美国即将在12月举办全球民主线上峰会 不过匈牙利外长却批评 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 有强烈的美国国内的政治特征 大陆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也指出了 美国充满了冷战思维 美国自身的民主状况 可谓是千疮百孔 有关的民调显示 全球44%的人认为 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81%的美国民众认为 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 美国是民主的信用透支者 美式民主早已破产 美国还继续打着民主旗号 干涉别国内政 侵犯别国主权 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举办民主峰会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不过是内并外智 对外转移美国内问题 和矛盾的惯用伎俩 还要等我来关心了 这北京冬奥倒数66天 不过一直有国际媒体传出 美国打算以外交的方式 来抵制这场运动的盛会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温文斌 他回应了媒体说 奥运会不会 这个会不应该是政治舞台 而且不是政治作秀 但你来关心 北京冬奥会 是全球冬奥运动员 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 不是政治作秀 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 一届成功精彩的奥运会 需要的是冬奥大家庭的 共同努力 而不取决于个别国家官员 是否出席 好 全球现场同步来聚焦 全球高度警戒的 奥运克朗变异株的威胁 尤其英国在短短三天 就发现11例的病例 而且当中部分 都没有非洲的旅游史 可以看出来 这新型的变异株 现在都已经在社区传播 奥运克朗传播力 到底有多强 英国短短三天 累计多达11人 染上奥运克朗变异株 光是伦敦就有5例 苏格兰暴增的6例当中 甚至部分个案 都没有南非旅游史 显见这个新变异株 很可能早已在社区间传播 疫情重灾区南非28号 一口气 新增2800例确诊病例 是前一周 平均500例的5.6倍 工卫专家直言 Omicron很可能逃脱部分抗体 更预估南非单日 新增病例到这个周末 恐怕超过一万例 尤其目前南非 茲瓦尼市 两岁以下幼童 染疫人数竟然占了10% 他们的免疫系统不成熟 而且都没办法打疫苗 因此幼童 染疫数增加 恐怕让病毒更加扩散 市委组织警告 Omicron很可能在国际间传播 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 接种过疫苗的也可能在感染 而且部分地区病例激增 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呼吁各国做好准备 尽快进行筛检 记者李勤座后报道